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月1號的期權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指期最終是上漲了115點 來到了15383點的位置 不過雖然說指數是呈現上漲的 我相信每一個在今天操作台指期的投資朋友 都會覺得今天的行情很難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行情從早上 先呈現了一個跳空開高之後 先往下去做一個收斂漲幅的動作 然後又快速的回到原本的橫盤整理的一個區間 一直到這個1點鐘過後 才開始出現快速的向上拉抬 那今天的一個行情之所以會 走勢上面會比較零碎一點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當然是因為今天是周選的結算日 那遇到結算日的時候 基本上多空雙方大展身手的時候 有時候行情就會一下往上拉抬 一下往下去做灌壓 因此遇到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其實投資朋友你要判斷這個行情 短線上面的趨勢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因此過去我們當然都跟大家談到 基本上每天的時候其實關鍵在於判斷主要的一個趨勢 不過今天主要的趨勢我覺得倒不是特別的重要 的原因是因為周選結算 那有時候這個所謂刻意結算的一個力道 它會讓整個主要的趨勢會有點變形 或者說是不是這麼樣的一個精確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下 今天整體的一個主要趨勢的重點 這個是早上9點06分的時候 當時指數是漲了120點 台積電貢獻58點 其他個股貢獻62點 這是一個多方的訊號 恐慌指數呢 漲這個下跌2.6% 台幣的匯率這個升值0.11%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多方的訊號 不過我們剛剛講了嘛 今天的主要趨勢就變得不是那麼樣的一個重要 關鍵在於短趨勢 你怎麼樣來做判斷 好因此在講今天短趨勢的判斷之前 為什麼還是要先跟大家談一下 我們今天做了哪幾筆的交易 分別是在開盤的 開盤大概8點52分的時候 15377我們先去做一個多方的操作 然後在15355的地方去做一個停損 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 這個低點他就是15355 為什麼我們記得那麼清楚呢 因為我們是22點的一個停損 所以剛好碰到停損的位置之後 就往上拉抬到15396 好但沒有關係 我想我們都是按照我們給大家的訊息 然後紀律化的一個操作 好因此後續的一個行情 15350的空單 153050回補 這個是一個頻出的一個情形 然後到了這個15325 去做一個空單的進場 在15300去做回補 然後以及最後一筆交易 是15356去做進場 然後這筆單其實我們在12點04分05分的時候 其實有先發成本附近去做一個出場的動作 但是因為成本是56嘛 最高來到5253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成交到 然後一路到了12點快50分左右 我們又發了一通訊息是15354試駕去做出場 所以大概是-4點 所以今天整體的一個表現 -44加0加50-4 大概是賺4點的一個空間 我知道大家會覺得說 老師探視點而已 這有什麼好說 但是你要去想 今天的一個行情如果說 它有這麼多的一個變化 最終你都能夠 這不能夠算賺錢 但至少你是全身而退對不對 那當行情出現順向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能夠把握住那個機會去賺到價差 而且今天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是在於說 事實上如果說 我們以今天的一個行情來講的話 有兩波它是有跌破今天的一個低點 或者是盤中的一個低點 那那個時候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嘛 過高破低 你去做多做空 其實基本上沒有錯 那有時候你必須要堅持這樣的操作 不能夠說前面一次錯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這一次破底又是假的 基本上你只要紀律化的去操作這些事情 我覺得市場都會給大家去做回報 好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到底是怎麼樣來判斷這樣的一個行情 短趨勢大概幾個重點 還是簡單跟各位談一下 5MA是站上還是跌破 那站上跌破是紅K還是黑K 量能是不是呈現擴增 以及RSI MACD是不是呈現 我擋住了 RSI MACD 是不是呈現了一個同向的情形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今天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範例 完全是技術面的操作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我談到 今天的主趨勢不是很重要 因為今天是結算 你不要講說 老師那以後我們不用看主趨勢了 基本上1 2 3 4 5 5天的時間裡面 禮拜三我覺得還好 但是1 2 4 5 我覺得這4天的時間裡面 你還是必須要照著這個主要趨勢的方向來做操作 好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來看 基本上你會發現其實都完全符合 你看這個是找到8點52分 應該說這是5分K 所以這是8點45到8點50 這一根是8點50到8點52 我們在15377這個地方去做多的操作 我們如果把它對應下來 對應下來這個地方 這是RSI對不對 因為前面有一部分被吃掉了 因為我只抓今天的5分K棒 所以你去看當時的RSI 來他是往上走的 好那MACD的指標有沒有往上走 這個地方其實很明確 他也是呈現了一個往上走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做多沒有問題 但是這就是我們跟大家所談到的 因為你提損比較短 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被掃到的狀況 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15355 剛好他就點到這個位置 那當然我知道其實市場 會有一些分析師會講說 要穿架要什麼跌破要有效跌破 或者是那一根的收盤架跌破 才要去做停順 但是我不要搞那麼複雜 因為我覺得你一退再退再退 比如說今天你抓22點 然後他剛好點到22點 那你接下來要說跌破 他是不是變23點 23點如果剛好點到又上去 你是不是要再往後退 我覺得這樣子退其實沒有什麼太大意思 雖然說後面的行情最高有來到15396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重點要告訴大家就是紀律化的一個操作 那另外在講 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兩筆交易之前 就是15350空跟15325空之前 我還是先跟會員朋友 或者是觀眾朋友去交代一件事情 因為未來 包括你如果加入下午師的一個會員 我們都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你在發訊息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最後這一筆 就是我們應該是在這附近就講說要成本出 但是因為他沒有到五六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我們看到了他的行情 好像不如我們的預期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大家試駕出 所以未來包括會員也好 包括觀眾朋友也好 當然你如果自己做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如果說你是用下午師這樣子的一個操作邏輯的話 基本上不要管就是當你收到訊息 或者是你看到這樣的一個訊號的時候 就如果差別不是太大 差別太大當然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如果差別不是太大 就是正負三五點這樣的一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直接試駕做 當然或許算出來的績效 會跟我們跟大家所談到的 會有一稍稍的差異 但有時候會多 有時候會少 其實你平均起來 其實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那就是訊息出去 我們就差別不大 我們就試駕做 這個是要去提醒大家的 因為過去我們好像比較少 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跟大家交代一下 好回過頭來 我要講的是這兩筆交易 因為這兩筆交易我覺得很重要 這是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談到 Day Low或者是Day High 就是當天的高點 剛剛當天的低點 它其實有它的重要性的意義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15350 15350當然如果你就可以先來講 事實上我們空的時候 它還沒有去跌破當天的低點 好但為什麼是15350 15350它其實是今天台紫期的開盤價 所以當你跌破開盤應該這樣講 就是在9點 我們在那個時間點應該9點10來分 因為那個時間點的行情走的不是特別多 所以那個時候的high跟low 不是說沒有意義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會先從開盤價的角度來看 尤其今天是跳風開高 所以當它跌破今天開盤價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它有機會引動所謂的停損賣壓 所以當時我們去做一個空單的進場 最主要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後來沒有直接下去 我們就在成本把它補掉 因為要的就是那個瞬間向下殺盤的力道 所以當它沒有出現的時候 簡單講嘛 就是那個釋出反常必有妖 就是那個地方你去空跌破今天的開盤價 理論上來講它應該要往下殺一波 但沒有往下殺一波 你就要特別注意 好像不會破 所以有人去做防守 因為簡單應該這樣講 來到前波低點或者是前波高點 這是很多人在看多單的停損或空單停損的位置 但它如果沒有一次過 或者是碰到之後有人去守 那基本上不論後面會不會再過或者是再跌破 我覺得投資朋友都應該先退場做觀望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時第一筆單 15350空下去 然後後來這個成本我們評出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我覺得這一筆單就是另外的一個關鍵 怎麼講 就是說基本上大家會覺得 當然如果你是收訊息的 你可能沒有感覺 但是像我們在看行情 我們在決定要做這一筆交易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兩筆交易的思考的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是跌破前波 一個是跌破今天的開盤價 一個是跌破今天的低點的位置 對不對好 所以你看這個是黑K 然後破5MA RSI往下 MACD縮小 這裡是破5MA RSI往下 MACD複值擴大 所以技術面都不用去討論 它都是符合的條件 好但是你去看這個地方空下去 你發現 你當它發現它會破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基本上 這個都會是停損的位置 就是多單停損的位置 我們做空單 要的就是多單往下灌的力道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跟這裡的差別在哪裡 我們空在這裡 它沒有立刻在做破低 我們空在這裡 它下一根5分K還在破底 下一根5分K還在破底 好 所以關鍵來了 大家記得我們最後是15300補掉 對不對 15300補掉 你看這也是15297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30點會先出一口 所以正常的狀況之下 應該是153 對不起15295 我們會試駕 試駕補掉一口 對不對 好但是這個就體現了訊息的重要性 好我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加入我們 或者怎麼樣 但是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看到15297 我問各位 如果是你 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30點補一口 或者是說 看你幾口的一個操作 但是我問各位 如果是你這個時候你會選擇續爆 還是選擇補單 當然你就最後的結果 你會說老師當然要補單 但我相信當下很多人是續爆 甚至有很多人在破了15300之後才去追空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對於盤面的敏感度 我們知道它要破底 它要往下灌 但是什麼時候它的力道不見 大家或許會講說 就看到紅K 紅K就知道說 力道沒了 但是你看 你如果去對應過來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補多少 我們補15300對不對 你看 這個對過來 它絕對不是在15300 大家應該可以看 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好所以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說 如果你等到紅K確認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就補不到300這個價格 那很快的就會上去 那上去會造成什麼結果 其實我覺得 真正在市場當中 會影響到投資朋友信心的 不是做錯 是你原本賺錢變成賠錢 對不對 所以你去想一個問題就是 你如果300沒有補上來 哇 結果你賺錢變了錢 你就會覺得 不通 就繼續拗對不對 那有時候凹單 結果可能好 可能不好 但是它的主導權就不是在你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 投資朋友可以思考的重點 那最後一筆交易 大家可以看到嗎 RSI翻上 然後MACD也是往上 所以我們今天好 都是完全標準化的一個操作 那只是說 後續的行情 因為多空交戰的關係 它就壓縮了那個行情 但整體來講 今天我們賺4點 我剛剛其實也跟大家談到 或許這個是昨天的64點 然後這個是今天的4點 或許大家會覺得 4點就不算了 甚至你扣手續費可能還會小虧 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 今天這麼難的行情 如果說 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不論說你是正4點也好 負4點也好 沒差啦 反正就是沒什麼料到嘛 對不對 那後續的行情只要是一個順向的 或者是他的變形沒有這麼複雜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投資朋友的機會 對不對 那當然 你要懂得掌握那個機會 要嘛 你就每天要看夏老師 台紫棋的當中教學 要嘛你就要跟上我們的一個行列 因為說真的啦 我覺得2月份會是一個 大家可以值得掌握的一個月份 因為1月份你看1月份的行情難不難 從這裡開始越來越冷對不對 從3號然後接下來要放假了 越來越冷 我們在封關前兩天我們都是虧的 然後甚至開放盤第一天我們也付88點 但是你看整個1月份 有時候不是要比那個我東港俗贏 而是在於那個月份 或者是說我做了一段長時間之後 我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1月份 69.2% 當如果說以天的角度來做計算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啦 但是結果是好的嘛 價差是236.47200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投資朋友可以思考啦 就是說你在這個市場當中 股票可以做 期貨可以做 那我覺得要做 我們就盡量把它做好 不是說做股票大家都說 八成的人了解 那為什麼你不能夠做那兩成的人 但是你要有方法對不對 如果你有方法 我覺得今天沒有 今天行情不是你的事 那明天他還是一樣有機會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市場當中最迷人的地方嘛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 認同像我是這樣子的操作方式 我們也歡迎大家 對 我有一件事情我忘記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有很多投資朋友找我們的Light 那Light 因為人數比較多嘛 那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 貼個貼圖給我們 有時候我們會 漏掉 就是不知道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所以我們 還是麻煩投資朋友就是 如果你加入我們Light的話 麻煩貼個貼圖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才能夠 給大家一些這個新的訊息 或者是新的一個通知 那如果說你想要跟著我們做操作 也歡迎大家 可以透過Light的方式 或者是 撥打我們的服務電話 我們都會有服務人員 來跟大家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 2月1號的期權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gh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ght 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